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书上面写到他说 这个人得到了风级 风是中风的风 是那个风吹草动那个风 哇 那这个风级是什么意思 我就真的去查看看 他到底有怎么样的症状的表现 他说他四肢无力 然后脚卷起来 手整个是很像筋卵一样 没有办法去动的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 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中风 对 如果是中风的话 他应该像半身不随 或是他可能磨一边 单边没有办法动 或是讲话有点口齿不清等等的 那个时候唐代 可能没有很快有一些医疗的方式 我们现在至少有一些 赶快打通血管 或是后面有一些复健的方式 我就觉得 如果他在现代的话 他可能就不会那么忧郁了 这是我第一个想到的 但真的去查一查 发现 哇 他没有 我想得这么简单 除了刚刚讲到 这个身体的这个表现以外 他说他的整个全身的皮肤脱落 甚至溃烂 他的脸啊 眼睛和鼻子都长得不一样了 毛发也都掉落了 那眼睛看不太清楚 然后五官叫不正 我们就可以想象 他越来越丑 然后整个人 每天的那个症状表现不太一样 他应该相当的痛苦吧 如果把他想的是麻风病的话 其实症状相当的合 而且相当的典型 甚至因为他有点感染的这个可能 所以旁边人应该都很害怕他 不想看他的围武 不想看他的接触 怎么样去看他真的是忧郁的表现呢 最后面几年他做的事情 让我觉得好伤心哦 因为他没有办法走了 他只能用爬的 他爬到隔壁座的这个小山坡 他自己挖好了一个木 他每天就爬进去那个木里面 然后等着到傍晚 好像今天还是没有过世 还没有死 每天再爬回来 他已经忧伤 已经到对这个人世间 没有任何的渴望到这个状态 一天一天生病的状态又不会好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好 整个身体又全部都是残废 外表也残废的这个状态 最后他也没有其他条路 他真的就是投河自尽 就过去了 其实听了好难过 其实在书中里面呢 我没有看到 柏桥特地把他的诗句给写出来 他写说呢 死去死去 今如此 生息生息 奈如何 其实就好像这个死吧死吧 活成这样跟死有什么样的区别 其实听了也蛮难过 也蛮绝望的 对 他那个绝望感是 对主持人提到这个是 很难去理解 也很难去想象的 他整个身体真的 完全没有办法去面对了 我们看到的是 无药可救的 无药可医的 这个时候的炉灶里 他在更早的时候 他其实还是有积极的时候 他去找了那个时候 九十几岁的药王 孙思苗 就是华佗之后 最有名的这个药王 他找他 然后他听说这个孙思苗 很努力地 在过去已经有治疗了 好几百人的这个经验 他找他也希望 可以有治疗的方法 你可以看到 他曾经有这么积极的一面 到后面真的是 绝望消极的一面 这个反差感一露出来 就会觉得 他曾经努力过 但是他也曾经在 最后的时候 是绝望到不行的 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这一个麻风病 其实我很好奇 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得到这个麻风病呢 现在我们看到 我们知道 他是一种某种分支感菌的感染 但在当时的话 他们只会觉得 就是好像有碰到 不管是接触型感染 或是飞沫型感染 他们搞不太清楚 因为搞不清楚 所以更恐慌 就会用各种的神鬼之说 来去解释 他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疾病 他那个时候 除了刚刚我们讲到 身体和心理的不舒服 还有社会给他的这个 异样眼光 更加深了他的这个 身体上的痛苦 也不能只说过去 是连到现在 我们一百年前 在台湾 还是会有一些 疗养院等等的 是负责 让监禁 或是约束这些人 不让他们出去 和其他人 有接触的一些机构 这个也是 在我们医疗认识 不那么足够的时候 会做的一些 下下的策略的方式 你看我们刚刚讲到了 我们近百年来 就已经有这样的状况了 更何况是 几千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卢教林在当时啊 真的心理是非常挣扎的 很多人都会说 生理影响心理 心理也影响生理哦 所以都是环环相扣的 你要有一个全人的医疗 才有办法得到一个 全人的你哦 我们的生理状况 如果已经不好了 你很难让你自己的 心理健康吧 人家说久病厌世吗 这两个真的是有点 鸡生蛋半生鸡 而且最麻烦的是 它会互相放大 叫做恶性循环 在精神科以外的 肝胆肠胃科啊 或内科啊 加一科 他们很擅长 很积极地处理 这些身体的症状表现 那同时如果有机会 让精神科一起看到 他心理的这些表现 那我觉得如果两边 都有同时在处理 恢复的机会会高很多 甚至如果身体的状况 假设是绝症 是癌症等等的 他真的身体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心理的不舒服 能稍微减缓一点 让他不要再放大 那其实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所以呢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卢造林的故事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 大家呢 如果当时有人陪伴 他一起面对这件事情 或许会好一些 对 如果有人可以陪着他 走过这一段时间 甚至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什么相关的情绪 相关的药物 如果他在现代 我们其实还很多不同的检查 不同的药物可以去做进行 去做治疗 最后的结果一定会和当下 是不一样 如果他活在了现在这个世纪 可能他的生命不止50岁 他可能可以领到老人年金 对 我也希望他可以就是在活得更久 那自己伤害自己 甚至医疗白了这个想法和念头 可能可以越少 对他来说可能人生可以越长 是没有错的 当你的身体有状况 你就要寻求专家的协助 身体状况解决了 你才有办法去解决你的心理状态 现在在台湾的医疗端呢 这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 可是我们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标签 或者是一点点的恐惧 觉得走进身心科 是会被人家标签化的 其实我每次看到一个新的个案 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进来到诊间 我都想要在心中给他好多好多的鼓励 他要踏进来 之前他需要挂号 亲朋好友可能叫他要挂号 他要自己走到这个医院 医院里面走到病房 或者走到这个诊间外面 旁边的人长什么样子 有没有恐惧啊 担忧啊 不安啊 这些感觉其实一定都会有 但如果他进来到诊间 当他可以看到一个医师 加护理师的时候 我可以感受到他会心安很多 他的那个焦虑啊 不舒服都是事前因为未知的恐惧 但是当他真的接受到接触 还有这个治疗 或是这个讨论的时候 他其实那个放下心来 有一个人可以讲的那个感觉 一定比他一开始那些焦虑还大很多 所以啊 我们希望呢 可以透过今天的分享 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观点 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请博强来跟我们呼吁一下 大家呢 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生命 预防自杀 很多呢 是因为他的生理状况 他没有办法克服 他觉得没有人可以承受他身上的痛 所以他想要结束生命 让这一切解脱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有发现这样的情形 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去协助他 减少他身体的病痛 还是要请博强来呼吁一下 我们的听众朋友 最重要是求助的必要 就你不找医师 找心理师没有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跟你的最好的亲朋好友 提到一下 你的状况不太一样了 让大家来一起来想方法 至少并一个人想方法来得好 你看到 一千年前的这些古人 他们都会碰到这些压力 这些忧郁 以我们一千年之后 也碰到类似的状况 一样忧郁 这个是一个生理的疾病 是一个大脑的疾病的话 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 那就代表你不孤单 一定有方法可以一起来解决 当然有些状况是到了绝境 到了最后最后 你真的没有其他招了 至少在台湾 我们还有一个电话 叫做安心专线 是1925 他可以有一个专业的心理师 做点陪伴 和你聊一聊 看看你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陪你度过这个 最艰难的一小段时间 这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 我们政府给我们的资源 另外生命线1995 也可以来协助你解决心理上的问题 今天非常高兴 邀请到了柏桥 来跟我们做分享 特别介绍了这一本新书 由廉津出版的 古人解忧疗愈帖 希望大家一起来解读 忧郁疗愈自我 谢谢柏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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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